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其实就是一个患者的临时家属陪着他们去看病给他们领领鹿跑跑腿之类的不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孤单 陪诊的工作呢比如说像帮助患者去就医帮助不能来经就医的患者远程带问诊 以及不方便来经取报告的这些患者进行取报告邮寄或者是他的这个药的邮寄或者是出院的这样的一些办理 我的陪诊对象一般就是中老年可能居多一些 来北京就医的患者也占一大部分 在北京看病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因为医院有很多的设备都是那种自注式的 比如说你要取号啊或者是缴费啊都是自己在机器上自行操作的 尤其像一些中老年人的话呢他可能自看不清楚 甚至更有甚者的话可能不认字 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人陪同了 但是可能他们身边的子女啊或者是不在身边 或者在国外啊在外地啊就是都不方便 比如说像我们那种外地的患者的话 他可能对北京的医疗条件包括交通不熟悉 那么大的诊区他可能找不到 心里又非常着急 那这样的话其实用到这种陪诊的方法的话 会第一省时第二省力 虽然说找我陪诊的这些患者是需要付费的 我们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 固定关系 但这个关系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在陪诊的同时 我们其实还需要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关怀 曾经有一位患者 他们家的小朋友得了这个肿瘤 就是家长的当时情绪非常差的 因为这样的话也不会给孩子的病情带来任何好转 我就给这个患者天南海北的去砍 因为我之前是做导游的嘛 可能会擅长一些 这样的话家长就慢慢放松下来了 心情也好了 对这个患者治疗的话也会好一些 当然最后这个小朋友这个病情就是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救治和好转 家长也特别感谢我 就是我还意外地收到了这个家长的一箱水果 就是觉得我做的是真的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患者也有不同的病痛 我需要掌握这个患者的相应的一些病情吧 或者是一些他的身体状况 我才能够可以更精确地来定位我来帮助他是从哪个方面 也做了这么久了 对各个医院也是相对比较熟悉 各个医院的一些拳头科室 那比如说像北一三院的话就是比较擅长的是这个运动医学 还有这个妇科还有这个产科 那比如说301的话就是肝胆一线的这样的科室的这个专家 也都是集全国之罪 同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眼科 而别后这些 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对北京的各大医院的科室 包括诊疗习惯或者是诊疗的一些过程是比较熟悉的 我是从2012年开始做北美旅游 之后又开始带团 就疫情爆发之后 因为旅游的大环境不好 就没有办法从事这个行业了 然后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在那个医院了解到这个行业 然后我发现这个第一可以陪护病人 第二也可以赚到钱 所以我就萌发了这个念头 从事这个行业 算是赶牙子上架也罢吧 或者是这个走投污入也好 就从事了这个行业 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决定从事这个陪诊的服务了 因为为了方便我这个服务嘛 所以我也在这个自媒体社交平台上 注册了这个账号 会有相应的发布这样的服务内容 包括我在这个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也会有发相应的服务内容 很偶然的机会吧 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客人找到了我 然后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想来北京看病 加上我当时过去陪诊 怎么说呢 促成我的第一单吧 网上很多人有说这个陪诊师 可能月入两三万 就我个人而言 目前还没有达到 这个陪诊的这个行业 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每一个陪诊之前都需要有一个 一个了解 包括和患者的一个讨论 到最后促成这个陪诊服务 可能不是每天都有 也有的时候可能一天一次 有的时候可能一周一到两次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毫不夸张的讲 我第一个月挣了几百块钱 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好了 也有几千吧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它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可能以后这个行业 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好 它的薪酬可能会越来越高 对于陪诊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新型的行业 需要一些规范和监督 只有越来越规范的这个行业性 才能使这个行业得到一个长足 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 其实有时候我对于陪诊这个职业来讲 其实内心是有些许矛盾的 因为我内心其实想赚更多的钱 但是又希望不要有那么多的患者 只能是尽自己的努力吧 让这个陪诊更有温度一些